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乘风2024第五季浪解的MV上线了 看到很多网上的风评 基本都是在吐槽本季的MV 相比于第二季的MV没有存在感 第五季的MV存在感都是负面的 还不如没有 先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五季姐姐的主题曲加MV 无疑应的是第三季的《乘风》 歌曲旋律好听 画面感多元化 有各种场景 还有乐队场景 跳舞场景 画面又好看 歌曲又好听 谁不爱 并且歌词也是非常励志 让人听了很有茫茫的正能量 因为旋律好听 所以也是被传唱和被观众认同最多的一季主题曲 第二季的失败点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就是存在感非常低 如果不是网友之前提及过 都会忘记原来第二季有主题曲 听了一下旋律和第四季差不多 不算很好听 但也不难听 整体旋律上来说比第五季好听 第一季由于是第一季 所以非常热闹 又是黎玉春演唱 热度肯定是有的 旋律也还好 就是那个歌词横口水化 有点网络神曲的感觉 没有什么可延续性 很洗脑的一首神曲 第四季和第三季有一点特别值得好评 就是歌曲开场的高跟鞋声音 给人无尽的遐想 第四季歌曲是风之所向 是否能超越第一季第二季不敢保证 但是肯定比第五季的MV旋律好听 再从画面角度来看 第三季画面镜头最为丰富 第四季由于是走秀 基本上每一位姐姐或多或少都有镜头 第五季 基本上网友都在吐槽 很多姐姐都没出现过 看完第五季MV都不知道有哪些姐姐 所以整体五季主题曲旋律加上画面对比 第三季第四季第一季第二季第五季 第五季有着三点败笔 第一点 第五季的歌曲旋律 网友大部分观点都是不好听 说的再狠一点 叫做难听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认为 多听一听就好听了 反正个人听了三遍的观点是 没有近一点 不能说难听 只是听完记不住 第二点 画面镜头 全景镜头拉得那么远 是怕被网友发现谁是C位吗 若话C位 但是细心的网友还是能看到的 姐姐们站在草原行空中看住很唯美 但实际画面没有任何内容场景 和第三季的场景化相比 真的简单至极 前面几季的MV应该差不多 每一位姐姐都有镜头吧 或多或少而已 这一季真的是连人数都不齐 36位姐姐MV中只有34位 更不要说单人或者双人镜头 单人或者双人的近镜头还能慢一点 一旦是远景镜头都特别快 还有一闪而过的镜头 让那些本来就在节目中 可能会镜头比较少的姐姐 在MV中也没有存在感 第三点 主题曲上线时间和话题度 网友们一致封评 这一季是5G姐姐里面咖位最低的一季 因为没有大咖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谁是最终C位 也是因为没有大咖影响力 所以主题曲放出来 基本没有太高热度 现在主题曲下方的评论 基本都是被陈丽君的粉丝罢评 其他姐姐的粉丝在哪里 还是被淹没了 C位的七位姐姐的粉丝更是看不到 之前主题曲上线基本都是在上午11点或者是12点 之前本来也说是这一季是上午12点上线 但是因为什么原因 最终上线变成了下午17点 上线后话题讨论都相比网季都低 所以节目赶快播出吧 不然姐姐们的粉丝都无法支撑这一季该有的热度了 你们看完这个MV有哪些观点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